序幕的排泄物也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养活一个肉食者所需的土地生产力 就能养活20个素食者 世界人口越来越多 21世纪会是20世纪的两倍 肥沃的土地越来越少 如果继续吃肉 世界上的粮食一定会不够 存素食者有益于环境 同时也通过释放更多的食物 供人类消费 以改善第三世界国家 或其他国家低收入人群的处境 我们身为佛弟子 全世界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众生 愿他们离开痛苦 所以这个世间没有什么快乐可言 结束痛苦就是快乐 了解这个真相 我们不能做一个盲目的人 所以这个山河大地树木 以任何的生命都希望我们拥抱它 接近它 关爱它 所以都希望得到一个真正的爱 大慈大悲 所以我们大家来学佛 就是学这个 拥抱山河大地 一切众生 给予真爱 所以空 就是我们跟世界合为一体 所以会叫同体大悲 无缘大慈 光讲慈悲还不够 所以要化为行动 各位今天愿意来 就是一种慈悲的行动 减低这个世界众生的痛苦 这是生命里面最重要的 我们是众生世界的一分子 我们是一个整体生命 这是个体生命 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 他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 吃肉不仅对身体有危害 大量饲养给人类吃的这些牲畜 对整个地球也有很大的危害 因为人们对肉类的大量需求 就必须种植大量的玉米 古类来饲养牲畜 所以需要有很大的地方耕种 因此必须砍伐原始森林 在砍伐原始森林的过程中 许多动物就无家可归 造成了地球上的万物 不断地在灭绝 所以人类吃肉吃得越凶 生灵就被砍伐得越严重 而生灵就是地球的肺部 当生灵越来越少 肺的功能就越来越衰落 空气品质也会跟着越来越差 造成温室效应的原因是什么 除了人类排放大量的肺气之外 是因为地球的肺 以一点一滴被割掉了 一个都市里只要有树木 温度就不会升得太高 因为一棵大树 相当于几十台冷气机的威力 森林砍伐太多 二氧化碳无法转变成氧气 造成二氧化碳过多 于是地球的温度便开始上升 地球温度一上升 南北极的冰山就开始融化 许多语言都说一些岛国 有可能被水淹没 我要我们对所有的生命都要慈悲 这样来体悟空性 所以不管你走到哪里 愿花桃树木都快乐 愿天空陆地都美好 愿世界和平 愿众生快乐 要一直一直培养这样 对方的恶业就是我的恶业 对方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 对方生气就是我的痛苦 我永远不会怪罪对方 我们只会安慰对方 就像你肚子痛 你不可能去打肚子了 你会抱着肚子 甚至给他吃药 希望他不要痛 对别人也是如此 别人的痛苦我们只安慰 别人造恶业 我们也要拥抱对方 因为爱护别人才是爱护自己 不失 你才会得到好处 所以你对世界感恩 世界对你感恩 你对花感恩 花也会献最好看的给你看 原来我们的念头 主宰一切 所以你的念头就要改变 你的身心状况 改变世界 所以叫你微笑世界 跟你微笑 所以我们知道 每个人都在影响了别人 影响了世界 所以我们要用慈悲 来净化这个世界 用善良 来影响这个世界 但是不要被世界的污染 来影响你的善良 你的背心 现在为什么经常出现土石流灾害 问题何在 原因是生命被严重破坏了 而生命的树根 是保持水土或流失的重要原因 只有树根才能保留住庞大的水源 很多原始高山的泉水 都是长流不断 因为所有的雨水 都被树根吸收住了 然后慢慢流出来 所以现代的天灾 都与树木被砍伐 有直接的关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想维护好地球的肺 就不能再继续砍伐原始森林 生产肉食与乳品的工厂式畜牧业 会产生大量动物粪便 及胃气的排泄物 吃肉还带来了核川问题 饲养的深处 会排放出大量的粪便 美国某个地区 一年所排放出来的动物粪便 就超过一顿 而这些粪便 污染了土壤 流到河川 大海 又污染了水源 知道了整个地球上的物种 都是生命共同体 千亿法而动全身 可不要小看我们每天吃的东西 这些都在影响整个地球的存亡 让我们从饮食习惯来爱护环境 来做好环保 并不是因为人类就有资格去伤害杀吃动物 如果这些动物也会告状的话 人类保证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无名的人类 却把这个地球当作是动物的地狱 杀它 烤它 活活吃它 各种的虐待 甚至把这些当作我们的快乐 各位每天在吃鸡肉 腰肉 牛肉 鱼 怎么吃 每天讨论 甚至教人家怎么做 甚至把他认为那是快乐 这就是无名 什么叫无名 就是不了解 却把自己的快乐 潜入在其他生命的痛苦上面 所以任何宗教 只要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 这个都不是合格的宗教 所以我想 大家每其名都叫佛教徒 既然是佛教徒 要有这个慈悲心 佛性 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做的 尽量就 就多少 算多少 但是起码做得到的 就是不要再伤害 不要杀它 进一步 各位要学习 慢慢学习吃素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哎呀师父啊 吃素营养不够啊 那你就问问牛跟大象好了 所以这是人类的问题 所以光吃植物就可以 让你长得高又壮 体力又好 又长寿又无病 所以实在 没有什么理由 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吃肉 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吃肉 特别现在各位作为华人福报更大 华人到处都知道假灾假灾 还认为假灾是个好事 没有人会反对 但是你尊重赞叹别人假灾 结果自己不假灾 这就是我们的欲望 所以什么叫造业 因为你无名 你不了解 起了欲望 所以杀生吃肉叫造业 这个地球上 自有人类以来 动物以来 被杀掉的动物 各位拿着这个箱 招请他们 以佛的力量 虔诚祈求三宝的加持 招请这些 受苦的众生 被人类杀掉的 为了象牙 杀掉的象 为了犀牛脚 杀掉的犀牛 为了皮 杀掉的老虎 狐狸 兔子 这些为了要 人类为了要穿皮鞋 各位老实讲 一个动物要扒皮 一定要还没有死的时候 赶快扒皮 不然皮扒不下来 所以最可怜就是这些 牛一杀掉 就还没有断气 就先扒皮 这是第一天要做的工作 所以各位知道 那种痛苦有多痛苦吗 所以我想 什么叫慈悲心 刚刚讲 真实的感受到 众生的痛苦 就叫慈悲心 我们就是没有办法 感受到众生的痛苦 所以我们穿皮鞋 吃牛肉 烤牛排 但是各位更要了解 凡是你给别人的痛苦 众生的痛苦 都会发生在你身上 一点不假 所以英国报应 丝毫不爽 这是真理 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怀着惭愧心 一方面要来忏悔 二方面我们 希望这些受苦的众生 赶快超度 这个就是慈悲 我们是佛教徒 身为佛教徒 要对其他的宗教 或受苦的众生 大慈大悲 这才叫佛教徒 并不是拜佛是为自己 佛教徒是为众生的 释迦牟尼佛舍掉自己的欲望 权力享受 视线出家 成佛 一切都是为了众生 所以我想 各位每天都要超度 每天都要招勤 每天都要回向 因为这个世界 每天每天都有 无量的生命在被杀 被吃 被煮 而且我在讲一个事实 讲一个事实 什么事实呢 当你正在吃一只鱼 或肉的时候 它还在痛 所以 有很多那些被杀的猪 护在人身上 告诉人类 你们不要以为我死了 在切 在煮的时候 我没有在 那个时候更痛 我被杀的时候 只有一两刀的痛 被煮的时候是 一刀一刀 一个嘴巴一直咬在我身上 那种痛苦没办法形容 所以我们 特别人类很喜欢吃的 刚杀掉的猪 鸡 比较新鲜 刚死掉的鱼 那个是最痛苦的时候 就像各位 你现在拿个嘴巴 开始咬你的手 开始咬 咬到它没有肉 你慢慢咬吧 那种痛苦 没有办法形容 所以 希望各位 听佛的 相信因果 相信众生很苦啊 我们不要再自私了 我们要 体悟众生的苦 这个叫慈悲心啊 许多科学家们都说 解决全球粮食危机的第一步 首先应该是以素食代替肉食 如果我们大家都吃素 那么我们一定能将饥饿逐出这个星球 那时 那时孩子们将能获得足够的营养 从出生到长大 他们将生活的健康和幸福 牲畜们也将真正像野生动物那样 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大自然中 再也不会被迫大量繁殖 养肥和涂展 吃着本应属于饥饿人民的粮食 科学家们估计 未来食物的需求将大量依赖于植物蛋白 许多西方国家开始投入大量资金 用于研究如何从黄豆粉中提取美味的植物蛋白 但是中国人已经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头 几千年来 他们一直从豆腐和其他豆制品中 获取优良的蛋白质 素食是未来的饮食方式 是我们人类必须再次选择的饮食方式 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然资源 更重要的是 要挽救世界上许多人宝贵的生命 今天的素食者是未来人类的榜样 他们为所有的人指引着一个方向 人们会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素食的利益 认识到若听任目前的现状发展下去 而不加以纠正的话 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如果我们将用来为牲畜的穀物 供给那些贫困和营养不良的人 那么世界上也许再也不会有饥饿的人 如果我们将食肉量减少一半 那么我们将有足够的粮食 可以让所有第三世界的人民吃饱 了解粮食短缺背后的真实原因 是懂得正确利用世界资源的基础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们 大力倡导推广素食 以解决我们这个星球的粮食问题 因为吃肉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你要了解说 我们活的是为了利益重生 你不能说为了我要做县市长 为了我要漂亮 所以我去杀动物的皮毛来穿 来抹它的油 抹那个马油就不会有皱纹 所以那这个我宁可不要 宁可死 今天你得癌症 医生跟你说 你只要去杀一只狗 然后吃它的某个地方 你癌症就会好 要不要杀 不行 你要教命 这个叫纪律 这个叫慈悲 我临死也不要伤害任何其他生命 今天都没饭吃了 没有饭吃 你叫我吃肉 我临死也不吃 弥勒菩萨就发这个愿 宁可挖我的眼睛 宁可挖我的骨髓 破我的身体 我也不吃众生肉 我不会为了我活 伤害到其他生命 愿了我将来成佛以后 我的世界没有动物被杀 没有人生病 大家都长寿 这个就是菩萨 菩萨找到永恒的生命 而不是一个短暂肉体的生命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各位你在取舍的时候 我现在长得要死 叔叔 今天皮给你穿 我没有的 我长得是没劲 我没有在穿皮 我拿棉被给我割 棉被没劲 但是如果是什么蚕食的 我不要 我宁可盖古早的米皮 重厚厚 还键到这样 堆得很难 同样 不能去尽动物皮毛 什么捐尸 什么鹅绒 对不对 这个不要 昨天有一位居士送我 师父天气人 我妈叫我拿一个鹅绒给你 送给你盖 我当然说好啊 回来它沾 做沾 不是要盖 沾沾 因为人家买来了 对不对 但是不是要盖的 我有去买到一个叫人造丝 比较重 比较重 但是至少睡得安稳 对不对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这个叫戒律 这个叫慈悲 所以像我有一阵子喉咙不好 有个中医很好 哎呀 师父你这个吃我这个药 保证没问题 但是里面会加一些什么硅壳粉 我说那我不要吃 没意义 你不要给我加那个 他说加那个才有用 我说不行 不然我身体像乌龟 不行 我欠乌龟债 我喝开水喝开水 你要给我 你要给我 不要有伤害其他生命的 希望大家守这个戒律 好不好 要守好 你不要说 这拼很好吃 上面还沾两个吃下去 你不慈悲啊 迷迷上面有蛋啊 对不对 你要超度它 你就不要伤害它 还有替代品 不是没有替代品 所以有一次 生日大家唱这一次去香港 生日快乐 然后唱来唱 老板你蛋糕终于出来了 我就问有没有蛋 有 不好意思 请我玩的 我没讲 可以提示我 那里面有蛋的蛋糕 不要吃 有唱就不错了 为什么你生日 那那些母鸡很苦啊 对不对 各位道德 阿弥陀佛 最近很多人问我说 师父 我修行一定要持咒嘛 但是各位 我告诉你一定要持咒 咒就是佛的心 我们凡夫念咒 就把佛的心入凡夫的心 当你念咒的时候 佛陀的一切的功德 就入到你的心里面 那眼睛更说 当你念咒的时候 佛与你同一个空间 佛的大光明障 就融入到众生的心里面 你就有佛的力量 来帮助自己来 立你众生 所以希望各位 要天天持咒 弘扬持咒 而且每一个咒语 只要你佩戴在身上 可以免很多的毒 可以消很多的磨 如果你把咒语贴在佛堂 贴在家里 是全家平安 所以咒就是佛陀 大悲心的力量 所以佛陀的一切的福田事业 都是要回向布施给众生的 只要我们开口念佛陀的咒语 佛陀的功德事业 就融入在我们身心 消业障 得到一切功德 所以各位多持咒 多印咒语 我们最近要印很多的咒语 跟大家结缘 大家也多互持 阿弥陀佛 帐号1965-8482 1965-8482 沪明中华印经协会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数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罗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是不是有个燕子窝 当初被你捅掉了呢 对对对 有这回事 燕子窝当时搭在锅的上面 那多脏啊 我用棍子把它给捅下来了 嗯 然后呢 然后燕子回来后 发现它的窝不见了 气得在灶间里飞上飞下的 哀嚎了好久 后来 后来我就不知道它跑哪去了呀 唉 你本来可以用其他圆融的方式 但最后 你粗暴的让它们无价可归 佛教宣扬众生的平等思想 你这样脑海生灵 就是你心口憋气的原因之一啊 我再问你 你这个人很洁减 直到习财习物 你走在马路上 如果看见别人弄掉的一开罐或其他废品都会捡回家来 结了许多 卖了钱 有这样的事吗 哎 我 我 我不偷不抢 我没有说你有罪 但是 依你的家境看来是生活富裕的 应该把那些废品留给生活真正有困难的人去捡 生活不困难 去捡这些小菜就是贪心 学佛之人 慈悲喜神 一刻也不能忘记 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我说的道理呢 师父说的对 我只是想那些东西既然是别人丢掉的 又可以卖钱 不减白不减啊 没有考虑那么多 今后绝不会再减了啦 哈哈哈哈 你犯的过时虽然小 但是一样障碍了你清静的修行 所以气路会不通畅 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好多的呢 呼 哎 真的好多了耶 我全身都觉得好轻松啊 连喘气都痛快多了 哦 works 一次 优务 Wir Harold 我们 Excellence 饭 优 reached 肉 酸